台股指數19號灌破10年線 跌破9000點大關 在市場恐慌賣壓涌入下 指數一路嚇殺嚇壞投資人 盤中更是一度重挫695點 刷新歷史盤中第三大跌點 更創下2016年6月以來新低 國安基金召開臨時記者會 目前情況已達法定進場條件 最快20號進場庫盤 我們主要是避免恐慌性的心理 造成恐慌性的心理 特別是疫情上面的這個發展 那麼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做一個預先的作為 國安基金自2000年成立 可運用資金總額為5000億元 蔡政府首次授權國安基金進場 這也是基金成立以來 七度進場互盤 自實際的這個市場的動態 來做一個動作 國安基金取得授權以後 那麼他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 來穩去無蹤 所以我們也不會 就是說這個 但是他的目的就是要達到 這個穩定市場的一個情況 疫情引爆全球股災 國安基金出售 希望能在疫情時期 穩住台股市場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